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最近有收到一些小伙伴的问题 就是关于如何快速的找到合适的站外推广资源 比如YouTube、Instagram、网红、科技媒体、伙客、论坛等测评 其实有个很好的办法 就是去看看你的竞品做了哪些罕外推广工作 然后你就联系做过你竞品的KOL 媒体丁集就可以 这个办法也是非常快速便捷 第一可以帮你节省一些筛选的时间 第二就是已经做过同类产品的KOL 对同类的产品也比较熟悉 而且KOL也很愿意做两个同类产品的对比 这样对它的观看量也有很大的曝光 接下来简单从几个渠道说说 如何快速找到同类产品或者竞品的站外推广资源 第一就是都绕不开的YouTube或者Instagram KOL的测评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打开网页去输入同类产品或者竞品关键词去搜 你无人机之后美丽哈 我们可以添加一些过滤可以更加方便帮助筛选 比如相关程度上传日期观看次数 评分等等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过滤 如果你要找最近做过测评的那就选择上传日期 如果要选择之前做过测评观看量很多的就选择观看次数 接下来就是去观看下KOLChannel的视频观看情况 比如一般是多长周期 每个视频的质量如何 每个视频的观看量是否稳定 还是落差较大 比如说有的视频几十万次的观看量 有的只有几百 这样的KOL观看量不太稳定 寻求合作的时候也要考虑进去 去KOLChannel的About简介里面看一下 有没有重要的信息留下来 比如邮箱电话等等 一般的KOL都会留下 我们把这些信息都收集起来 然后发开发信给这些KOL Socialblade HTTPS Socialblade.com NoxInfluencer HTTPS CN.NoxInfluencer.com 另外建议大家使用Search的时候 设置下高级搜索设置 Advanced Search 可以把搜索范围压缩一下 比如语言 区域 时间等等 还有就是安装个CFQuickHR件 可以把你搜索的结果 一下子就批量以Excel的形式导出首页100个搜索结果 因为谷歌最多每个page只能显示100条搜索内容 你如果想看101个搜索 就需要点击下一页 然后我们再把下一页的100个搜索条目给批量导出来 安装了Search YK插件之后 在每条谷歌搜索都会出现下图红色方框的内容 主要都是Sermish数据 排名 流量啥的 我们主要是看左侧方框的 有个Export CSV按钮 点击就可以把搜索结果批量导出去 这样就大大节省时间 导出去的数据分类之后就会得到下面的Excel表格 然后就去找这些YouTube的KOL联系信息 这样要比一个个去搜的话效率会提高很多 Facebook又有很强大的同类推荐功能 如下图右侧红色方框 Search YK这个插件工具非常好用高效 接下来讲到科技媒体 博客论坛 也有网站的Review 也可以用Search YK一键导出所有搜索结果 如果你要找科技媒体 博客或者论坛测评 不知道如何下手 找同类产品或者竞品做过软文测评 是非常好的一个切入点 一般科技媒体的排名都比较高 很容易就能搜出来 比如搜索Anker Review 可以安装Search YK插件 把做过Anker测评的媒体都批量导出去如下图所示 然后一个个去联系这些编辑 在这里再提一下 比如我看到有个TechRadar的头部科技媒体 做了Anker的产品 那么我怎么样找到这个编辑的邮箱呢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是如何推导的 第一步就是找到这个编辑的主页 这里看到这位编辑的简介以及Twitter账号 先去Twitter社交账号 看看有没有留下什么关键的信息 或者Twitter有无其他社交账号信息 可以看到没有什么重要的信息 但也不要放弃可以点击Twitter的邮箱标志 发私信给他 多一个机会就多一个希望 之前小编也是这样 通过Twitter发私信讲清楚来意 联系到一位Zenet的主编 最后并把我们写了一篇VR的测评 科技媒体的编辑一般是真实姓名 那接下来就进行下一步 复制它的名字到领音上去看看 能不能搜到 如下图就是下图红色方框的那位编辑 连头像都是一样的 找到它的领音主页 或许邮箱就比较简单了 借助二款插件工具 GetTML以及RockyFreach就可以了 直接点击插件就可以把邮箱给挖出来 如下图所示 你可能会说这个邮箱是不是正确的 是不是有效的 哈哈 我知道你有这个疑问 所以在前面买了一个伏笔 TechRadar这个媒体不像其他媒体 编辑主页的邮箱logo点击是可以直接发邮件给它 而不是站内信 经典验试跟上面用插件导出来的邮箱是一样的 其实也可以用Hunter跟MailTest而测试下 找到的邮箱是否有效 是否正确 根据IT可以看到在哪个地方 找到邮箱 接下来就是发开发信 最后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Deal网站了 如何知道竞品做了哪些站外Deal网站 其实也可以用Google Search 加Site的用法去搜 这比一个个去搜效率提高很多 可以看到 其实Anchor在Deal网站布局还是不错的 单单在SD上面就有4万多个帖子了 Anchor站外也做了很多的东西 可以跟竞品匹配下 自己的产品站外资源还有哪些没有布局 对于竞品热度比较高的DealPost 也可以尝试下联系下发帖的人 是否有一项发自家产品的帖子 大宝站外推广